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这次的视频 那我们在前面的视频当中呢,跟大家去介绍了 如何去做播客的节目策划 如何去准备你的设备,以及如何去进行录制 那么我们在录制完成以后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这个环节 我们如何来给播客做音频剪辑 那音频剪辑呢,在我们做播客的时候几乎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 比如说我们要给一些播客加一些背景音乐啊 包括我们可能要加一些口播的信息啊 或者是我们要对我们自己录制的声音进行一些降噪的处理啊 包括添加一些其他的附加信息等等 那这个时候我们都会需要借助一些音频剪辑工具 来去完成整个播客的剪辑 所以呢,我们就有了今天的这个视频 教大家怎么去做播客的剪辑 那播客剪辑呢,其实常见的我们在播客圈啊 大家其实用的主要是这三款软件 一款呢是Adobe家的AO 那这个呢是Adobe家的工具 对吧他是PS兄弟 所以呢 很强大很牛批 对吧 但是呢也有问题很贵 那AO呢是一款付费软件 你想要使用的你就需要花钱去购买他的license 那大家可能说哎那我其实我可以去下载盗版的呀 对盗版的的确可以下载 但我无法保证你在后续 不会在盗版上吃亏 对吧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如果我们有好的一个免费的可以替换的产品的话 我们其实也可以选择去用这些免费的可以替换的产品 那么第二个呢是Anchor Anchor这样的一个APP呢 它其实是一个移动端的APP 它提供的就是你可以在手机和iPad上完成整个播客的录制剪辑 甚至是发布的工作 所以说如果你觉得OK那我现在刚开始做播客 然后 我也不是很想要电脑剪辑 那Anchor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剪辑的选择 第三个呢也就是我们在这次视频当中去跟大家介绍的就是audacity这样一款软件 那audacity呢它是一个免费的开源的跨平台音频剪辑软件 你可以在Mac上包括windows上或者是Linux上任何一个你喜欢使用的操作系统上来去进行剪辑 那我们稍后就会去介绍audacity 我们应该如何来完成它用它来去完成我们的剪辑工作 那你想要去跟着后面的视频来去操作呢 你要先去学去下载audacity 那它的官网是audacityteam.org这个网站 你在它的网站上就可以找到这个软件的下载链接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看我们具体应该如何使用audacity来剪辑我们想要的播客音频 好那我先退出 那我这里呢其实在之前的已经下载好了audacity呢下载的这个部分呢就不跟大家去一一的去介绍了那大家可以自己去查找 那当你下载完成以后你会看到的界面其实就和这个很类似 那么首先我们需要做的是将它的语言设置为中文 那在mac上的话我是点这个audacity找到preference来去找到interface 在language当中切换为中文 那如果你是windows的话操作应该大同小异应该会有一个类似于设置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你进去后找到interface这里面就可以找到语言 然后把语言呢改成中文 你就可以看到像这样的一个界面了 那么在上一个视频当中呢我们其实录制了一些音频对吧 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剪辑这部分音频 剪辑音频其实非常简单我们可以直接把我们的音频拖进来对吧 就像我刚刚这样我直接拖进来就可以了 那像我拖多个的话它就会有多个音轨 那我们先只拖一个进来 那我们可以先听一下我们在对这是我们之前录制的 好那我们先不听了 我们现在把我们的这个音频导入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剪辑了 那其实我一直以来呢不是喜欢 那我并不是很喜欢说做特别复杂的剪辑 所以说我一般呢就只做两件事 第一剪去那些我认为没有必要出现在节目当中的内容 那么第二呢就是给节目做一个最基础的降噪 因为我觉得这两点是它能够让你的节目保持在一个基本的水平线上 那么当然实际我们在制作的过程中呢 我们还会有很多不同的技巧 但那些技巧呢其实是我们在听的时候呢 它不会有太多的影响 它更多是一个听觉习惯上的一个问题 那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音频是不是可以标准化啊等等这些东西 那那些呢我们会在后面给大家单独出视频来去介绍 今天呢我们就只说最简单的两个部分 一个是剪辑的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降噪 那么这两个部分呢是我们几乎所有的博客 我们都会需要去做的 首先我们先来说降噪 那降噪呢是我们在把我们的音频导入到这个剪辑软件以后要做的第一件事 因为降噪它会涉及到我们所有地方 然后我们通过一开始做降噪的话 我们后续在对音频文件进行裁切的时候呢 就不需要重新去做降噪了会比较省心 那我们刚才呢在那个我们上一期视频 包括刚才大家也听到就是我们在一开始呢 我们应该有一个两到三秒的一个静音 那这个静音呢是为了我们的录音设备可以收到我们的外界的环境音 从而方便我们来做降噪 那我们比如说我们这一段是我们的这个环境音 我们可以听一下 OK那这部分呢就是我的环境噪音 那我先选中我的环境噪音 然后在我们的上方的菜单栏当中呢找到效果 在效果当中找到降噪 在找到降噪以后呢它会弹出这样的一个窗口 分为两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呢是取得声音特征 那我们点击取得声音特征以后 它就会把我们刚刚选中的这个部分呢 作为我们的声音特征 然后呢我们再回到我们的降噪 那我们刚刚的已经选好了声音特征以后呢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来调整我们的音频的过滤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调整我们的降噪强度 包括我们的灵敏度等等这些信息 那我们把这些调整以后 它就可以去降噪 那我们可以点击预览来听一听这个降噪的效果 那我们现在我们把这个先停掉 我们选择全部 然后呢回到效果当中 找到降噪 那我们可以现在刚才已经选择了特征 所以呢我们现在就可以听下预览 对吧 我先听起来觉得还不错 对吧 还不错的话呢 我们就点击确定 它就会对我们的音频进行处理 那根据你的音频长短 它会有不停的处理的时间 那我这个音频是很短对吧 它只有18秒 所以说很快就处理完了 那这样的话 它就完成了所有的音频的处理的部分 那有了音频处理以后呢 它这个降噪处理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来进行我们想要的剪辑了 那么剪辑呢其实倒也不是很复杂 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择这部分 我们先听一下 对吧 对吧 这一句话呢 我觉得这句话呢 它不应该出现 不应该出现呢 我们就可以点击上方的编辑 然后删除 删除掉它 当然类似的 你也可以使用键盘上的删除按钮来删除 其实是一样的效果 那我们可以借助于说 这样的一个快捷键 来快速完成剪辑 那随着你剪辑的时间越来越长 你慢慢对快捷键的使用的越频繁 你在后续进行剪辑的时候呢 你的这个剪辑的速度会越来越快 那我们在完成了这个基本的剪辑以后呢 我们可以比如说把一些没有用的片段给删除掉 对吧 那现在删除掉了 那这是我们说的最基础的剪辑和降噪 那除了这两个部分以外呢 我们其实在做博客的时候经常会插入一些别的片段 对吧 那我们怎么插入片段呢 也很简单 我们可以把我们想要的另外一个声音把它拖进来 拖进来以后呢 我们其实我们的这个声音呢 就会有了多个轨道 我们现在就可以试着放着听一下 对吧 那它你会听到它会有声音 我们可以去调整我们的这个音量 然后来让我们的这个声音呢 不要那么大 你可以根据你的需要来去调整这部分音量 然后让你的整个节目听起来会比较好一点 好 那我们这样的话就已经完成了一个最基本的音频剪辑的工作 那当你完成了你的最终的一个剪辑工作以后呢 你需要做的就是导出 然后选择导出为MP3 在导出的时候呢 你可以根据你的需要来去选择比特率 那么一般情况下 我其实建议大家呢 把你的比特率拉到最高 然后呢 可编速率呢 就保持默认也可以 然后呢 把它找到一个文件夹 比如说我找的 就我的这个项目的 对吧 我可入门 OK 然后这个export 然后点击存储 它就会去做剪辑 然后在剪辑的时候呢 你可以自己去编辑一下这些原标签 因为这原标签呢 它会包含在你的音频文件里 比如说啊 我把一说加名字设置为白换成 对吧 那轨道名称呢 这叫播客入门的介绍 或者演示 然后专轨标题也用相同的编号呢 我用01 然后年呢 我就可以用2020对吧 那这些东西你都可以根据你自己的需要进行选择 你还可以添加一些你自己觉得有必要的一些栏目 或者是把一些你觉得没有必要的就给它删除掉 对吧 那这些完成以后 你还可以把你的配置保存一个模板 这样你下次用的时候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然后点击确定 对吧 它就开始去导出音频 最终呢 我们导出了这样一个音频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里面就包含了我们的这个节目的一些具体信息 那这些信息呢 我们就可以在后续去上传到我们的各种各样的播客的平台也好 还是我们自己托管的平台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与音频的剪辑基本上到这里就结束了 好 那我们这次视频呢就介绍这么多 在下一次的视频当中呢 我们将会介绍我们如何去将我们的音频上传到这样的一些播客平台当中去 好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